去趟马路 是 她该是住在这附近吧 真不明白 真不明白 上海滩这么多女人 她该是住在这附近吧 大哥怎么就偏偏喜欢上她了 你没听于经理说吗 这个女孩子听不见钱的响动 这是她的伎俩吧 她呀 这个女孩子 可没有这么多鬼心眼子 大哥 你好像很了解她 老六 我问你啊 你说咱们有什么办法 让这树矮点呢 很简单 锯了不就行了吗 这可万万使不得 没烟了我去拿 老六 老六 别追了 大爷你没事吧 快去 或者六爷 那您呢 快去 六爷 你没事吧 没事 我知道神前的 怎么逃出火炮子来了 六爷 有好吗 有 你 六爷 大哥没事吧 没事 为什么不认识 大哥 为什么不让我跟着 你瞎瞅瞅什么呀 你跟着又能怎么样 我拿枪逼了他们呀 小点事 别再把段年给我吵醒了 行行行 你就给我坐下吧你 好了 没事吧 没事 那个 朕姐 谢谢你啊 没事 不是大哥我求求你以后别这样子好不好 爱上哪儿上哪儿不让人跟 今天幸好有老六在 我就不明白了 这上海滩真有这么多人恨我 分文中想要我的命 大哥 你树敌太多了 大哥跟谁树敌太多了 这马上那块是咱的地儿 虹口大马路都有咱的生意 寻补房租借区咱都打点好了 就算大哥他真的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 他们有什么好处啊 我是碍着什么人的事了 我死了 这谁落下好处啊 这还用想吗 肯定是 不不不 不会 不会是胖子那伙人 也不会是老铁跟小刀那伙人 为什么 你想啊 咱们想东王 会在我的地盘下手吗 还只用三个人 不用枪 用刀 万一杀不死我 他们可是后患无穷啊 蹊跷 这事还真是蹊跷啊 大哥 估计是日本人 日本人买同小混合啊 这不可能啊 你想想 那些日本人怎么知道 我今天晚上的行踪啊 日本人怎么会知道 我今天晚上身边有份 只有老六跟着 这可不是一时的起念 这是有计划的 可是这计划吧 又不周想 雇三个小混合来对付我 干什么呀 那会是谁干的呢 死了两个 我说柳 怎么没把他留下活口呢 留下活口也好好盘盘他的底啊 我追上去啊 本来就是想抓个活口回来问问 可没想到 他躲在暗处偷袭我 我没办法 为了自卫 我只能杀了他 一道了解 死前也没问出什么来 正中要害 死了 夜里 是 死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